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现在做的这个是扇子 家家户户都有做一些东西 我就想着做一些扇子来钓 增添它的气氛 新年我会很忙 因为我要打扫 又要做年菜什么东西 扇子 每一个新年我们的桌上一定有萝卜的 纯红萝卜一直吃 一直吃 吃了每一年都同一个口味 就是想换换口味 我今年才改良而已 一般附近人的萝卜是没有加香茅和浆花的 我们每次做的萝卜吃到腻了 我就朋友讲这样子很好吃 我就换换口味看 吃了真的很好吃 叫香萝卜因为它有香茅 有那个浆花 泰瓜香料每次都有的 这个红萝卜是一条一条的 以前常常做的是没有放那个浆花和葱毛的 现在才有放浆花和葱毛 大葱也是切这样小的 现在我要切那个葱了 以前那个不是香的我就放蒜 也是一样调味 只是放蒜 有时候有放那个沙葛 现在我说香罗吧 我没有放沙葛了 它的东西这样多了 我不要再放沙葛了 正统的他们就是有的人放 有放芋头 有的人没有放芋头 沙葛他们是一定放的 芹菜也是切粒 现在我要切那个香茅和浆花 这两道菜就是它的灵魂 因为加了这两样 它比较香味道比较不一样 你会吃到那个浆花的香 这个是浆花 还要切碎 碎碎 大大个你下去口感不好吃的 你要切碎它 虾也是切粒 随便这样切切 这样子就可以了 瘦肉和肥肉的比例七跟三 糖 鸡粉 那个五香粉 这个是鱼露 放酱油炸了 它的肉显会黑的 放鱼露是泰国的风味 鱼露 这个是麻油 蚝油 这些菜这样子倒下来 打一点鸡蛋下去 不够可以再多打一点 这个浆花香茅 是可以下去的 以前我婆婆和妈妈 她们都有做传统萝卜来卖的 我们这边的人 那个夜尾 华人的夜尾 29还是30 他们有拜后尾工的 他们都要来跟我们妈定 加炸粉 因为我们这边叫荷龙粉 这个鱼露一定要加粉下去的 因为有人加这个荷龙粉 它炸的时候比较脆 比较口感 比较好吃 然后就放在冰厨 放一下子的才包 你放在冰厨 它冷了 它比较扎实的才好包 你没有放在冰厨 你在外面 它好像是的 不好包 在冰箱冰了20分钟 拿出来现在我要包 你没有吹风 它不会硬的 你没有吹风 它软软的 你吹到风它就硬了 硬了你就要拿一块四布 这样子盖着它 它又软回去了 硬硬你就要拿一个布这样子 盖着它 它会比较软 比较好包 我帮人家做年菜 有包过这一道的 但是以前那是传统萝卜 不是香萝卜 今年假如它有在订 我要包这个香萝卜了 锅着的我们可以倒鱼下去了 让我这样子下 中小火比较好 因为用大火 我们怕等一下黑了 里面没有熟 这么刚才我要烧那个 锅给它 热了才倒油 因为这样你煎了 下面才不会黏着 我们炸到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开大一点的火了 炸到那个金黄色就可以了 现在我开大火了 我要炸了它才不会 好像收油这样子 还不会那个整条鲎巴 这样子油油 很多人怕多油 要放少少油下去煎 可是放少少油下去煎 它反而它油跟 刺进去它的鲎巴里面 你放多油它反而 它的油会释放出来 不会刺进去里面 这样子就可以起来了 每年过年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婆婆 要跟人家做年糕 我爸爸晚上就跟她 磨咪了 拿去掺盐 掺糖下去搅了 刚好有一年 我爸爸搅好 要下瓜的时候 我婆婆刚好 肚子痛了 痛了 进医院 一个礼拜就去世了 每年看到年糕 我就想到我的婆婆 那时候刚好年三十晚 我婆婆去世了 我印象最深刻的 我婆婆去世三十五年的 每年三十万 我就会想到我婆婆 有时候我还会梦见她 就是想婆婆 你现在在那边好吗 我很想念你 每天都在想你 有时候心情不好 我都会想到她 会很开心 我想到我婆婆 我会很开心